有沒有更精緻的字可以 把諒解翻成英文 突然問起現場外媒 給我翻譯翻譯 什麼叫做諒解 台灣比世界更了解中國 台灣比中國更了解世界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希望世界在跟中國打交道 會踢到鐵板 因為的確有很多字 就是那個同一個文化 才有辦法了解說 那個字是什麼意思 但跨過文化的時候 就是很難溝通 為何重點強調諒解 因為在柯文哲訪日行的 終點站 接受外媒媒體提問 所有人都很關注 中日台三方關係 以及柯文哲 如何進行兩岸對話 民進黨是跟大陸完全不溝通 國民黨又太順從 所以我們就想要有辦法 在其中取一個平衡 不斷主張自己和藍綠 不一樣 但實質辦法呢 柯文哲似乎也卡關 中國固然有他的堅持 但是我們也要試著去說服他 但是也要讓他 所以我當時為什麼提出五個互相 五個互相裡面 互相認識 互相瞭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其實最後那個最難 叫互相諒解 而柯文哲對自己的訪日成果如何 他也說還算滿意 應該叫四平八文吧 我們是很誠懇的 把我們知道的回答給他嘛 我們也不會閃躲 他也不會講網話 也不會混視太平嘛 本來考試就不可能考一百分 通常考一百分 在真實的社會 特別在政治常識 考一百分一定是假的 安排好的 就是我們常常說say好的 柯文哲五天四夜的訪日行 在外媒系列提問下 終於畫下了句點 而在這五天當中 他也提出許多新的戰略論述和態度 但是能不能被日本人接受 那台灣人民又肯不肯接受 當然也要看後續的觀察 以上是記者彭宜德和蔡品隆 在日本東京的彩訪報導